又回到这个星期的未说人话 其实也不能讲说这个星期啦 我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录音了 两星期了 都已经有听众来催我们了 只是因为Isaac最近就是感冒刚好嘛 COVID不是感冒 对 对啊 我就是中标了非常幸运的 而且很奇怪的是 你当初第一次test的时候是negative 然后过了两天对吗 听说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你要比较严重之后 那个病毒比较多吧 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 其实by the way 就是偷偷告诉大家 我到现在去test 还会有浅浅的一条线这样子 可能大家听得出来吧 我那个鼻音还是很重 所以今天小分就多说话吧 没问题 因为今天嘉宾也是我很想访的 其实他是我多年前 在一个场合 就是听过他的演讲 然后我就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 很有趣的一个人 你听过他的演讲啊 唯唯你是在线上认识他的 其实在还没有 去参加他的演讲之前 我是完全不知道 马来西亚有这么样的一位漫画家 OK 然后他的漫画我相信 如果我去逛书局的话 应该我可能会买来看 如果不是去听过他的演讲的人 你很诚实吗 你 但是后来看过他的漫画之后 真的就是会叼住 会上瘾 因为他的故事 他的情节就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啊 但是我没有他去到那么的极致 因为他就是比如说玩的游戏啊 然后跟妹妹的相处 因为我也是家里是哥哥妹妹 然后他就好像我哥哥一样 他们玩的游戏 就会凭空啊 玩的游戏像你哥哥啦 不是说 对就很像我哥哥 所以我就觉得 他把他的漫画当成是 我们小时候童年的一些 过程经历这样来看 我有本来想说 不是个性像你哥哥 但是后来想说 你哥哥很像会听我们节目 所以还是不要讲得那么 哈哈哈哈 他个性没有像我哥那么GY啦 你讲的哦 是你讲的哦 我讲的 好啦我们赶快请他出来啦 好不好 对来欢迎马来西亚漫画家 Bowie Chi Minh 哈啰 欢迎Bowie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呵呵呵 他很紧张 因为他刚从美国回来 才到两天 所以他讲他中文还没有很溜溜 对刚刚跟我们说 他中文可能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是不是 那其实Bowie以前是讲中文 其实以前的中文也是不是很好的 对 因为你在新加坡读书嘛 对对对 我了解 所以我就说嘛 他马来西亚人说什么 我们会多种语言啊 我们很骄傲这样子 那我就说嗯 但是都讲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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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想问一下Bowie 你的这个 这个 疾惯是哪里人啊 比如说有人是广东人 福建人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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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是我父亲讲是say up 是从白山来的 他们讲的话有一点我永远都听不懂 因为他不像广东话 好像如果是讲福建话或者广东话 有些字是相似的 可是他们讲的话我完全都听不懂 所以你是说你父亲是 从靠近朝鲜那个地方来的吗 因为我现在google一下白山市是在中国基里 没有了台山 台山 在哪里啊 在广东省江门市 对对对 如果你在YouTube上type in Koishanese E-O-I-S-H-A-N-E-S-E 你听他们讲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中国真的很大 所以就是你只要大概隔几公里 那个方言是完全不一样 他虽然可能听起来像广东话 但是他就有一个不一样的音或者是调 可是应该算是广东人啦 因为 It's a dialect of the year branch of Chinese 但是广东话我会听波瑞讲 所以我仍然可以讲英语 但是台山完全不知道怎样开始 所以波瑞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呢? 你是在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 我是在新加坡读书的 所以我其实对新加坡比较熟悉 就是近13年14年我开始卖书的时候 我才真正了解马来西亚 所以如果每次人家问我 OK 我其实是在JB长大了 所以我有差不多12年的经历 在新加坡和JB长大了 但是因为你白天应该都是生活在新加坡 只有晚上回到JB睡觉那种是吗? 对对对 可是我两边的食物我都吃过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问我 讲新加坡食物比较好还是马来西亚 因为每次人都这样比较嘛 是是是 新加坡还是 那你都怎么回答? 我跟他们讲我比较喜欢新加坡的食物 对对 他们一听到就很反感 不会啊 OK 我在 你到底吃了什么? 马来西亚的食物是好吃的 但是新加坡的食物是好吃的 你懂吗? 这两边都不得罪 马来西亚他们不会管你超胖不超胖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像Milo dinosaur 我们煮东西要放多少 油就放多少油 要用猪油就用猪油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新加坡他们有 他们比较health conscious 对对对 而且你18岁的时候要进army you know so他们很早之前 我记得1987年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 煮草的时候用植物油 you know 而且好像 如果你买超果条的时候 you should ask for more vegetables and don't use 不要用猪油 you know 所以这样吃起来当然不好吃的嘛 对对 但健康 可是他们对健康很注重 you know so 讲到食物的时候 我就会跟人家讲 因为新加坡钱大 他们买的料当然比我们在马来西亚 可以afford的比较好嘛 对不对 so ingredients wise 新加坡 level已经很高了 因为他们钱大 钱大你当然买的 ingredients当然比较好 所以料多就好吃啊 对对对 so他们的食物 是那种的好吃 而且马来西亚好的quality的食物 其实都是出口到新加坡 对 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然后马来西亚还去进口 比如说泰国哪里的蔬菜 比较便宜的蔬菜 对对对 就跟我们的油一样啦 我们的食油是这样 so when people ask me that and I say that I prefer Singapore food 因为其实我也是有 milk allergies you know dairy allergies so我在新加坡吃 我就比较 我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我跟他们讲 提到我有allergy的时候 他们会很注重讲 你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可是你在马来西亚 真的 对你跟他讲 这个咖喱里面有没有放牛奶 因为现在他们咖喱里面有放牛奶了 对对 他们either tell you there's no milk or他们会跟你讲放一点点 一点点试看啦 不会死这样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y don't understand 会死的 不懂意思是什么 会死的 大家不要玩玩 对对对对 就好像我朋友就是过敏花生嘛 peanuts 他一点点就是 peanuts的粉末 他都会死掉 他跟我讲 对 对 不要开玩笑 他说只要是 我没有到 我没有到会死的程度了 可是 也是相当严重 是会捞赛吗 还是 不是 如果是讲 泻肚子的话 那个通常是 intolerance intolerance跟 allergy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的 allergy的反应是什么 allergy will die intolerance 你最严重 也是只是泻肚子 那你现在 是长期是生活在美国 对吗 我近几年长期住的地方 是在马来西亚 可是 我喜欢 写作的时候 我喜欢到美国写 为什么呢 意思 这个我不知道怎样翻译 so I'm going to use English to say alright 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 就是讲 你不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比较想念那个地方 OK I guess I have a translation for that 因为我是写童年故事 我童年是在这里长大 so如果我在美国写 我就会 比较怀念这里了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一种情感 是一种情感 对对对 就像 就像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想起马来西亚的事情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那我又会很想念台湾 就是你讲的 就是那个距离产生美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写书的过程是很贵的 哈哈哈哈 在美国真的比较贵 但是会不会也是因为 会不会也是因为美国那个地方 可能他的气氛比较自由一些 然后他那个创作的气氛 也会让你比较有灵感 会是这样吗 yeah 100% 因为没有母亲干涉了 哈哈哈哈 最重要那是最重要的一点 没有他干涉了 因为他每次跟我讲这个不要写那个不要写 你懂 会吓碎我们 你懂吗 哈哈哈哈 所以这题我就是有放在我的问题当中 就是每次你的作品里面 就是有去取笑你妈妈 然后你家人的一些相处的过程啊 一些很好笑的情节 他们会不会就是生气啊 然后会警告你说 哎你好咯 够咯 这样子我就要翻脸咯 我就要霸开我去 不会啦 如果是写了之后 又卖不出 他可能会会比较生气 可是销量还不错 所以妈妈想说 完全不让了 对那就算了 既然卖的不错 有钱赚 好啦 你就写吧 对对对对 就给人一人啦 很实际嘛 妈妈也非常的实际 但是但是我对于你的记忆 我真的非常的impress 因为你可以连小时候 就是所有事情的那种细节啊 过程啊 都把它记得那么清楚 How did you do that?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 他讲你怎样记得那么清楚 原因是很简单的 All of this is trauma You know Yeah all of this is trauma Like如果你你看好像 如果你真正看我的故事 You know And you look at You put yourself in my shoes 当时发生的时候啊 好像被老实责备啊 这些都是 童年 对我本身受很大的打击 童年阴影的部分啦 对对对对 好像我最近有问人家 你小时候喜欢 最难忘的故事是什么 我有问大众了 很多人也给我跟我讲 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 不是开心的故事的 你懂吗 都是一些难过难忘的 对对对对 好像你们想 你记不记得你 小六考试的时候 拿几个A几个B这些 拿几分你懂吗 大多数人家都不知道的 对 可是你会记得你 要读书的过程 好像你要背书啊 或者痛苦 对对对 You never really 即使你拿straight A You don't really remember how that feeling feels but you remember how it is to study for it 嗯 我第一次看你的书的时候 真的是有被惊吓到 就是哇 你爸爸妈妈真的舍得耶 就是从你小学的时候 四点半就要把你叫起床 然后把你送上巴士 过去这个新加坡来读书 而且从小学 就开始这样的训练 每一天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妈的心脏 一定很硬 这样的生活 其实过了多久啊 是小学中学都这样吗 读完整个中学啊 对读到整个中学 有一阵子我是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的小学是在Woodlands 对不对 从新山去到Woodlands 不会那么远 可是到了中学的时候 我的中学就在城市里面了 城市中心 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宿舍住了 所以就没有来回了啦 对 可是我的妹妹还是一样在这里 我妹妹是在Buket Panja读书嘛 所以因为她是女的 我父母亲不敢让他们住宿舍 不放心让她住宿舍 所以她就一直来回这样 所以那一段时间 我母亲还是一样四点半起来啊 天哪 那你们有没有到一个moment是 整个爆发大崩溃 如果再也不要过这种烂生活了 那为什么在马来西亚读书不可以呢 不是讲为什么在马来西亚读书不可以 那时候我父母亲送我去新加坡读书 是因为她要我学英文 马来西亚也有很好的 对 可是马来西亚 没有那时候我们哪里有想到去 1985年了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 international school 对不对 要说比较好的交易就要去新加坡 对 连international school的概念我们都没有 那时候 我只是到了中学中三的时候 我才听到international school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international school 是读了什么curriculum 可是父母亲送我去新加坡的 最大的一点是要我学英文的 而且我父亲很崇拜李光耀 了解 那说到学英文啊 因为最近不是那个 马来西亚不是有一个新闻吗 说有新加坡的那个PR 然后去办护照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移民局被刁难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那个我不知道 对 然后就说你不会讲马来文 所以就一直怀疑他说 那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马来西亚人 对对对 我也是有那种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对对 当然了 因为我从 好像有时候小学 回来cosway的时候会有教终阻塞 对不对 so那时候85年 I guess maybe around when I was 10 10 years ol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就开始走cosway了 对对 你走过cosway之后 我们就搭德士回家了 那时候 那个德士司机具有时候会问我 他跟我讲马来话吗 我就那时候不会讲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 新加坡读书嘛 他就 走过了那个cosway 那个cosway是 1km了 可是你小的时候 it feels like forever you know 你走过之后 整身热到半死 又晒到半死 已经很miserable了 上了德士 你要给钱了 你上了德士 你给他钱 你还要被他骂 骂什么 讲是不是 是不是真正马来西亚人 为什么不会讲马来话 你懂吗 那你问 我老是说就在新加坡读书 没有没有 当然不会这样问 因为你那时候还小嘛 大人讲什么 你都不敢硬 又是一个trauma 又是一个题材 可以把它写进去 但是如果写进去的话 搞不好又要引起 两国之间的 you know 没有没有 已经写了 已经写了 我都已经写了 大小细节都写了 而且他真的是 对方讲什么 对话什么 都写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这一段故事 其实就没有出事 反而是另外一段故事出事了 对不对 When I was a kid 3 其中的一篇 叫Coconuts Part 2 对吗 对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你的创作的过程 其实我真正不知道 是哪一个故事出事 因为政府人员没有跟我讲 哦 他也没有跟你讲 这个完全是 没有跟我讲是哪一篇 当印尼他们这些人 在他们的领事馆 我们的领事馆 他们没有就是有不调啊 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样 去侮辱到他们吗 他有讲 something regarding an Indonesian maid but他没有讲 因为我那里有 两个故事 about Indonesian maid but when they asked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my motive they never tell me exactly which is the stuff tha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了解 so故事里面是讲 开始的时候我讲 我父亲进来我房间 他问我 你要不要看猴子 他是跟我用华语沟通的 我就讲要啊 后来他就带我去到 那个我们的后园 到了后园之后 我没有看到猴子 只是看到我们的女佣 后来我父亲就跟我讲 你看他爬树很厉害了 后来我就看着他爬 他practically how she climbs the tree she just walks up the tree 我没有看人家这样 像走路这样走上 那个coconut tree的 后来我就很羡慕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那时候 又肥胖又 每天只是喜欢在家话 不喜欢运动啊 而且这里气候很热 运动也都不爽的 so我就很羡慕 他这样有本事爬树咯 可是I guess maybe it must be one person who read it first right 他误解了我的意思 他以为我父亲叫那个女佣 like actually means that she's a monkey you know 可是其实不是讲他是猴子 其实是compare 讲他爬树的技术 对对对 是一个比喻来的 像鸡养那么的快 对对对对 就好像我们好像讲 你下一条鱼游泳很快 这样 so它是那个意思 如果你真正读完那整页 那整个comic 你知道 you understand that it is to compare the climbing skills it is not to call someone a monkey you know 可是 我觉得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人误会了 他就带去 旅事馆 complain maybe I don't know how they complain 可是过后 人家开始揍我的时候 他只是用我comic的四段 4panels so第四段就讲 I didn't see any monkey we only saw the Indonesian maid 到了那第四段 他就cut off 就没有给人家看剩下的故事了 后来我有看到你在那个新闻报导里面 你有出来解释吗 说你其实你没有那样子的意思 你也没有想要冒犯任何一个人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真的是写的人或画的人无异 但是看的人有心 这件事情之后会不会让你也觉得说 以后在创作上面就会特别去self censor 或特别小心这样 会吗 其实我写书的时候 我每次都是很注重我的内容 you know 我有写过比较controversial的subjects 好像我小的时候被I got molested 被人家费理 you know 我写了之后 我有让很多人看 我后来我还是有问他们 你觉得这种内容应该不应该给 因为我的观众有些是小孩子 对不对 我只有问 will this affect the children you know like should I write this because children read my book I never expected that story to be the one that took me down 根本就想都没有想过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you want to self censor也是很难 因为现在的那个culture is a cancel culture 你讲了一点点错的人家就很反感了 对不对 可是就算你没有讲错 只是他自己的诠释 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就会认为说是你错 然后他就咬住你不放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你讲 OK if you consider what I said was bad then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comments of the people who wrote me too you know 因为 OK 这一个事件我有两个案法 一是 I never intended to insult the Indonesian mate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should be at wrong should be the ones that cut up my comic to the fourth frame and spread lies that way 对 you know 就是那些污蔑你的人 然后还撒谎 还这样四处去传播这些不实的消息的人 其实错误应该是在 我像交流 对啊 应该错误在他们身上 and then there's I also saw a sight of people that I never expected 就是好像很多印尼人都上网上 first day当然是很生气了 因为他们觉得我侮辱他们的 可是他们骂我的那种语言 也是很 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而且 有些人也是 it got so bad to a point where they will say things like if I were to say this it would feel like I'm inciting hate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but I'm not like these are actually the things that I've been getting you know 你也不想这个事情再扩大了 所以你就 对对对 你会不会觉得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你反而就觉得对人性有点灰心 会吗 会对创作有错吗 会觉得我下次创作的时候 真的是要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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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仔细 去检查每一个字 每一个我用的语言 我用的那个陈述的方法 no no I think okay so while there are people that say things like this to me there are also Indonesians that say we didn't take offense we underst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oh thank god you know so there are people you know so so there are people there will always there will always be people that would find any fault in you just because they hear you know they read the the uh 被煽动了 对对对 whatever they read they believe you know so they will not take time to understand what is it that was actually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我们也是一样好像我看 oh cnn 报导这个一定是100%对对对对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until you do research and you hear both sides of the story you will never really know the truth 可是很多人看了那个新闻就讲哦这个马来西亚人他的个性很烂你呢 而且他 you know then they will find fault with everything they will say like oh you ugly SOB you know they will say all this kind of stuff you know which 对不会啊你不会ugly我刚才look it up你的那个照片 你很帅 it doesn't matter if i'm ugly or not you know 我知道我了解你的意思 yeah they just need an outlet yeah 对 就是讨厌你的人或者是想要针对你的人就是你放个屁他们也有本事说哦你就是什么是一个脏人啊是一个很臭的人啊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发生这件事情我现在想一想他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创作的一部分耶 如果你这样子去思考他的话 对就是说其实有多少的创作者其实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他也不一定是一件令人觉得愉快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发生了他就是一个他也变成了你的养分 yeah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可是当然you never want this to happen you know in another way他也帮你充一些流量啊 他也让更多人认识到谁是波威其名这个漫画家可能甚至会去书局去找你的书 会有这样的人吧 没有没有因为有一段时期 when that happened to my third books some bookstores took away all my books oh shit just to be safe you know and I understand why they do it you know but我当然会有一点失望了 嗯哼嗯哼 但你的书是只有在马来西亚卖吗还有在其他国家吗 马来西亚新加坡 ok 你有想过说之后再把你的作品带到其他不同的地方 当然有可是the first thing i thought about was how the matter was handled you know好像政府人员完全没有跟我讲找我问话了 哦都没有找你问话 所以你对对对 你其实在刚刚开始录的时候你有跟我们讲说你是回来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嘛 所以他后续的这个状况是很麻烦吗 是需要去面对很多的一些状况 官员 对对对对 那个i cannot really go into details ok but我很失望的是讲 因为他们开始有protest的时候 they urge那些政府人员来investigate我的motive 我写作的how do you say motive in Chinese 动机 对对对对 来investigate我的动机 所以马来西亚政府的官员要来investigate你啊 they say on the newspaper ok that the protesters urge 要求 对要求警官人员来调查 可是警官人员没有来调查 so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讲哦应该是没事情了 因为如果人家真正看那个故事的话 他会了解我的那个意思不是来讽刺别人 so i just thought that the matter because there's no one contacting me that everything was ok you know 那你这次为什么会想要飞回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呢 如果没有人联络你的话 that i cannot quite mention that matt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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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我回来也是因为我我妹妹从澳洲要回来嘛 so i wanted to see her too 我们我们家人每个有些在马来西亚 有些在澳洲有些在美国啊 所以很难 就回来团聚这样子 对对对对 ok ok 那这件事情你有去咨询一些律师啊 或者是对这方面有经验的一些其他的作者吗 嗯 当时有protest的时候Zuna有跟我联络 他问我 Zuna是他每次写Ross吗 和那个Pink Diamond的comic artist啊 他联络你 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 很温馨 很温暖 对温暖 而且可能有一点激渣 啊激渣 对对好像激渣婆这样 啊 you know cause you never really contact me for anything but you contact me when you know when I'm in trouble but but no no Zuna is a great guy Zuna is a great guy Zuna is a great guy ok 我不要再罵麻烦 引起更多的误会了 对对对 no so he asked me and then I said like 因为他对这种东西很有经验 you know so 所以我展示了他一段影片 他就說這是一個錯誤的事 我完全認同 因為我從一千萬年來 都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個電影 令我受到麻煩 而且已經出版了十年了 十年了 十年那一本書有贏獎 十年後 然後我被迷入了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但其實發生這些事情之後 你會不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很不想要回來馬來西亞 或者是很不想回來亞洲 會有那種感覺 會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寫這些書 從心底下 我寫這些書 因為我希望它影響 年輕人在馬來西亞 我希望展示世界 馬來西亞有很多好事 可是 這件事被處理 令我失去馬來西亞 而且 感覺到 你愛一個國家 但那國家 永遠都不會再愛你 喔 我的天 告訴我們 我們 現在媒體的我們 其實常常也有這樣的感覺 是 常常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 totally understand 你現在此刻的心情 除了你之外 我相信還有很多很多 不管是拍電影的人 尤其是拍電影的人 像最近很多電影 就是在國外得獎得到手軟 然後回來 竟然被剪到一個亂七八糟 被刪射還是什麼 被刪射 或連上映都不能上映 對 所以每一年8月31號的時候 大家都在瘋狂的愛國 愛國 I love Malaysia 然後 表達他們的熱情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感受 我也常常在問你 剛才問的那句話就是 愛這個國家到底是為了什麼 它到底有沒有love me back 那 特別是 我是一個 也不算是activist 我就是一個出櫃的男同志 然後非常在櫃子外面的那種人 然後又是一個 很感怒感言的媒體人 所以 我常常也在想說 如果哪一天我出事了 到底是誰會來保護我 你知道我意思嗎 I don't think anyone will be there to help you People will say keep up the good work we will always support you but that is just 口頭話罷了 真的 我們都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都要有心理準備 都要準備我們要面臨這一天的到來 說起來真的是有一點sad 但是 but it is what it is right 這個就是現實 那你去覺得難過也沒有用 你就只能做好準備 就是去思考 如果它真的發生的話 那你的plan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面對 there is no plan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will actually happen yeah you are right you cannot prepare for thi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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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you can't really prepare for any of this if people want you to disappear you can just disappear you know 我是這樣想啦 那 如果說現在馬來西亞這麼難的話 要創作是這麼這麼難的一件事情 那你有沒有想說 把你的創作在其他國家發表 可能就在新加坡好了 或者是 可能可以翻譯 去到美國 去到東南亞其他國家 台灣呢 甚至中國啊 I think Are you sure 因為它的內容其實很健康的 它就是給小朋友看的 就是童年的故事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說 世界之大啦 對我覺得世界之大 你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情而打垮你 對 I mean you can look at it that way because if everyone of us leaves right the place will not change you still want to change this place 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to change this place this fucking place 你覺得還是希望嗎 I mean anything is possible you know like like if you don't think that my story matters why do you bring me on it's the same kind of concept you know you want to bring someone in that has something different to say right but of course it's 這一個是一個很 很難打的戰爭 了解 有的時候我們也是很想要放棄 有時候就想說 算了不要再講了啦 然後但是有事情發生之後呢 我們還是會講 你知道嗎 就是你還是想要說 要再嘗試努力看看 對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don't see this as好像籌款這樣 籌款是不是charity you know raising money raising money 木款 yeah like 好像當藝術家這樣 我就跟人家講 oh if you want to support my work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an do it through Patreon you know I'll tell them that all the time and people will think oh you know it's fine you know like someone else will support him but when your kid one day becomes an artist and needs the support of others you will start to think you know what i should start supporting artists it's the same thing as raising awareness for cancer you know nobody cares about it until they start having cancer themselves so I feel like this kind of matter i have to bring up to let people know because you may not care about it right now but when it happens to you you need to know t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something you know maybe he has done it right or he's done it wrong but if he's done it wrong the wrong way you may find new ways to approach this matter you know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bring this awareness up i don't think that leaving the country and going elsewhere is necessari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some people yes but for me i don't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而且加上你創作的 你的营养 你的养分 本来就是来自这片土地 也是来自 你在这个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 这两地 来回这样子生活 你经历过的所有的过程 都是浓缩在你的创作当中 所以我觉得 不要放弃 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继续去冲撞这个体制 因为如果没有去冲撞 没有去挑战的话 可能下一个 像你一样的漫画家 他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过程怎么样 然后要怎么样 fight for your right 所以我想问 你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不晓得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有没有什么漫画的团体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guilt 来保护你们 来告诉你们 可以怎么做出 除了你的朋友Zuna之外 没有 其他的漫画家都会跟我讲 let the matter pass and everything will pass you know I believe everything will pass that's true 马来西亚人都很善忘 其实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啦 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是有选择 包括我自己 可能也是有这种选择 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完全不要管这边的事情 但是这些人他们选择今天还留在这里 然后为了这片土地努力 或者是为了这片土地发生 我觉得大家要给更多的支持 要给更多的同理 可能你不一定要去捐钱 或者是你不一定要去在 什么行动上面去支持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倡议的时候 或者是不公平的时候 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转发 然后表达一些你的意见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的帮忙 像最近像马大新青年 他们也一直在提出一些倡议 比如说要废除大专法令啦 或者是说要求政府 废除那些奇怪的演唱会的 规定等等的 然后我就看到下面有一群人 在骂这些大学生说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念书 我要出来搞这些事情 或者说我们在讨论 废除死刑的议题的时候 就很多人在骂我们说 为什么你们要支持废除死刑 你们这些也是脑筋坏掉等等 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当有一些人 出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他在为了自由 为了民主在抗争的时候 你不可以是这种态度 而且这种态度会让这些 不断努力的人灰心失望的 所以我不晓得 我就是突然间很想讲这一段话 我不知道多少人听得进去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点同理心 就算是你不认同某些人 他做的事情或者是他的倡议的话 你不支持就算了 你不要去那种 不要冷言冷韵 不要再去打击这些人的信心 对或maybe你可以 maybe你可以去尝试了解说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就算你再不认同都好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反对死刑 对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 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 不管是华人 马来人或印度人都一样 反正大家反对我就反对啊 然后就是很爱 就有一羊群哨应 然后很爱谩骂 你知道吗就是 然后不会分是非对错 Come on guys 马来西亚的食物这么好吃 大家应该心情都很好 ok 不要常常出来骂人 太油太油 所以大家很多walk hay 所以大家火都很大 是是是是这样吗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你创作的时间都是在美国吗 所以是在美国哪一个地方 美国加州 哦 L.A. 好自由的地方哦 嗯 那已经习惯那边的生活了吧 相当习惯了 因为在那里 有住了差不多二十七年了 哦 所以是拿green card还是已经 green card green card ok 因为我很多的表哥表姐 他们都已经变成美国人了 就已经放弃马来西亚的passport了 为什么你还是想要回来呢 没有想说干脆就变美国人算了 有想过这样 可是家还是还是嫁吧 嗯 妈妈会想要你继续当马来西亚人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想法 他是让我让我自己对 但是因为家人都还在这里 然后这也是你长大的地方 你对这边还是有一点的 嗯 情意结 嗯 可以不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在美国那边的生活呢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但是也有人说美国 其实比如说医疗也很贵啊 治安也很不好啊 但又有很多枪击案啊 是真的吗 很多homeless啊 嗯 美国当然是有这些问题啦 好像 所以说是这样 Gun violence is an issue Homelessness也是一个 issue 可是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地方大嘛 you know so of course you will hear more of this 而且 the media everything about media comes from America 嗯 you know if you hear if you hear if Malaysia dominated the media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then you will hear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you know 就是这样 我本身 虽然有看到啦 homeless and all that stuff but i think 如果马来西亚更大的话 you know and they dominate the media you will hear a lot of things like this in Malaysia too you know 嗯 那 你是在那边 有另外一份工作吗 还是 没有 这个是我的副胎 哦 ok 那时候你在 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读完了之后 你就继续留下来 然后就开始在 动漫公司上班嘛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段过程 或者是 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trauma 哈哈 听说你 现在都不看动漫了 是吗 对对对 嗯 我觉得 那时候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我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都 i never expected it you know i know 就突然间投履历 然后突然间 诶 就interview了之后我就中了 是这样子吗 对 而且我那时候都还没 都还没毕业 you know 哦 哇 那时候是1998 金融风暴的时候嘛 哦 ok so everyone becaus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那时候都 要回国嘛 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啊 so a lot of people 那时候马币对美金很高 3.2 3.2 3.5是吗 对对对 没有现在那么高 嗯 现在反而更糟糕 现在更糟糕 现在更糟糕 但是当时 那时候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对当时来说是很高的 是很恐怖的 对对对 所以你就继续留在那边 但是有公司approach你 没有 我接触了一个公司 噢 噢 OK 他的动作 避震不避震 这些 哇这是一种职业伤害耶 嗯哼 嗯哼 而且那时候 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第一年的薪水已经是很高了 跟马来西亚比起来了 当然 因为转换率也是 马来西亚差很多嘛 可是当时 Base on American income It was also very high already 那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呢 被开除嘛 噢 OK 对我过了差不多 我做了13年之后 突然间被开除 因为 there was workplace bully and and I I didn't appreciate it so I said something 嗯嗯 所以不会你从以前就是一个fighter耶 你就是一个会去冲撞体验 理智的一个人 没有 我觉得不是fighter 我觉得是嘴巴大 哈哈哈哈 就是一个fighter啊 就是你敢讲别人不敢讲的啊 就是这样 你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啊 但我想说 噢 为了这份工作 小芬我觉得 不会比我们想像的更像我们两个耶 哈哈哈哈 是吗 其实嘴巴很大啊 很贱 哈哈哈 所以那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office bully 怎么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霸凌 it's very hard to give an example for that but there was office bullying basically 我们的上司啊 is just not an easy guy to work with you know 嗯嗯 他可能就是比较霸道 然后会用言语去霸凌别人啦 对对 嗯 something something to that effect you know 他没有真正骂人 可是他 yeah maybe very inconsistent you know very inconsistent ok好 那我们知道大概是什么类型 我们知道了 对 就有点像我们的前公司 前老板 哈哈哈 就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骂人也没有道理 他有时候可能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 他心情不好的话 就心情不爽 他就找你来开刀啦 对对对 就在那边开会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呛你 或者是讽刺你这样子 yeah 就是办公室里面 但是其实蛮难想象的 在美国 这么讲究人权的地方 哦 多的嘞 也是很多 多的是你看不知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对啊 而且很多人都是 for their job safety they don't say anything you know 那时候我就没有想到 我会被开除嘛 因为我在那里已经做了13年 you know but anything can happen you know things that you don't expect 所以不管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角落啦 shit will happen right yeah 而且你是准备不到的 对 是没有任何预警的就发生了 是 所以你那时候是在 cup art的这个风潮开始 之后还是之前发生的这些事 这个是之后 之后 ok 所以那时候你其实已经蛮有名气的了 可以这么讲吗 嗯 我觉得 没有到那么夸张了 嗯 因为 认识我画画的那些人 都是在 within the art community 同温层 对对对 就那个族群里面 其实你算是小有名气啦 对 对对对 but to the public right only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art kind of knew about my thing you know 嗯 嗯嗯嗯 好像马来西亚人多大都不知道 我 我的那个cup art 嗯 但是你google一下就知道啦 对你要google 可是你如果你没有听说过 你知道 你怎样会知道要google什么 嗯 ok 对而且本来艺术方面的东西 去在马来西亚也就算是比较小众嘛 right 对对那那时候啦 现在好很多 可是那时候真的 尤杰 你又出了事情之后 我相信更多人应该就认识你了 哈哈哈哈 那个很难讲 好啦那那那那我很想要知道说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作品 是你现在就在着手在创作的呢 那一个I cannot disclose 但是有啦 因为我一直以来 对我一直以来写作的时候都没有跟人家讲我在做什么 ok但是你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不知道啊 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样子是吗 对对对 还是想要给大家一个surprise No I think that if you let people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write they will have an expectation of what it should be 对咯 是啊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啊 也没有promise人家 没有promise大家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集啊 right 就是有就有咯 那没有的话就 要懒惰就懒惰 是啊 小芬你应该很懂这种心情啦 这是我们创作者的一个习生 尤其像我们这样 这么随心的创作者就是这样子啊 是啊 对我想了解一下 When I was a key 现在这个series已经写到了第七本了 对吗 对 那有没有就是 片商 you know 制片商 或者是导演找你说 欸不如我们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没有 没有吗 很早 早期的时候 有动画公司有接触我 嗯 嗯 是马来西亚的吗 还是 没有在美国的 然后呢 可是那时候他们只是在找 ideas 嗯 嗯 嗯 我们谈的差不多一年这样就 you just disappeared ok 那你会希望有吗 你会希望说以后 会有人找你合作这方面吗 翻拍成电影或者是把它变成动画 有啊 这种一定是 I cannot lie about it of course I wish that to happen 可是 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ok 我才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知道 once it goes to mainstream you will lose so much soul you know for the the original idea will be diluted 了解 对 不可能改变吗 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很难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你想想看啊 如果人家做我的动画 who will be the voice 嗯 right if you have someone else be the voice right then already I don't like it because it's not my voice 呀 但是没有关系啦 你很OCD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拿自己的灵魂去换一点钱 ok的 对 as long as你这个作品 对 as long as你这个作品 可以延续他的生命 或者是在更多的平台里面 让更多人看到 right 你这样想吧 哈哈哈 ok 好啦 那最后呢 你想跟年轻的朋友 尤其是对漫画 或者是你的支持者 对艺术 对 还有梦想的这些小朋友们 或者是大朋友都好 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这个很难讲 哈哈哈 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你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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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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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